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的芒果DB这家实践 就来聊一聊 针对我们数组内签对象的更新 因为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些 对于简单对象的更新 但对于数组的更新 我们有一些特别之处 当然这也是我们芒果DB很大的一个特色 对这个数组的更新特别的好支持 还是我们以前用过的数据 学生 同学们下面有课程 课程可以多门课程 还有一个数组就是Chris 那我已经把它都带我们的数据库中了 那我们现在来 做一个第一个需求 就是说 我们想给这个 李四同学吧 李四同学多选一门课 怎么办 这等于说 往数组里添加一个 element 还使用update命令 那不得接两个参数 对不对 大家应该还有影响 第一个其实是查询条件 我要更新哪条记录 那我们把李四的ID靠进去 好 李四的ID 这意思说我要更新李四了 怎么往里添加记录 好几种做法 先看一个add to set 那我们要往哪里加呢 要往课程里加 对不对 好 那课程下面呢 我们再给他添加一个 比如说name 大热的课 swift 成绩 八十九分 那这样就会添加一个记录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里是我们的这个记录啊 新的一条 一个element 然后添加到水上 添加到这个cosis下面 对不对 添加到哪个document里 是符合我们这个查询条件的document 是用add to set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element match 一个element维修感 看看效果啊 把这个 李四同学重新查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课程呢 就增加了一门 name是swift 成绩是八十九分 而且看 在这个数组下哦 对不对 那这i to set 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他说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就是说他能保证你这个 书组里面的元素啊 每一个都是唯一的 比如我们再再做一次 i to set 就会发现 一条记录被mash 再零条记录被修改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 没变 为什么呢 因为slift已经有了 那如果我们想插两个同样的元素到一个锐里去怎么办 那我们就不能用i to set 因为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需求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push 再看 就有记录被修改了 我们再查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两门课 叫swift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对不对 两个同样的课就被加进去了 大家说你 你现在教我们怎么加 那我想 从orel里删掉一个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push改成push 就等于从已有的元素里 拉出一个 拉哪个元素呢 就是我后面这个 这个定义的这个数据 就这个数据嘛 严格匹配这个name等于save的gred等于829 这两个都匹配 就这样的一个元素把它删掉 好了 就是两门save都匹配了吧 就干掉了 现在没有swift这个课 那还有一个需求 也是挺常见的 就我一次如果想加多门课怎么办 那早先呢 这个2.4以前啊 我们用叫pushout 如果你想同时删多个呢 就叫pushout 来代替这个push 代替这个push 嗯 但我们现在2.4以后啊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命令了 或者更强大的一个命令 还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push 但是呢 我们可以 这个cost下面 我们把它再扩展一下 它可以是一个对象 你想同时加多个怎么办 用each each each后面加数组 那不是swift了吗 对不对 可以再来一门课 name 4++ 对不对 冷点的课 87分 它就一下子会把这两门课 给加进去 但这跟原来那个pushout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再做点什么事 比如说你可以 排序 再加个sot 按什么排序 再按成绩排序吧 对不对 -e -e就是由大到小 正-e就是由小到大 那其实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如果要看清楚一点 这个each 跟我们这个sot 它俩是平级的 each后面接一个数组 就是你要插 这个 插多个element 你可以不加 不加element 没问题的 sot sot就是往什么东西来排序 他们这个东西 这些元素都是往这个cosis 这个东西来进行push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们这个cosis下面这个东西 就按照这个成绩来排序了 是不是 92分 89分 87分 86分 它前面还有个写下加65分 你刚才我说了 你可以不加元素 对不对 咱就排序 也可以啊 你把each后面 咱加个空的方框号 咱们改一下 咱们按照这个 升序来排 于小到大来排 大家再看一下 那就是65分 86分 87分 89分 92分 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push和each 这个命令啊 等于多叫大家一个排序 对吧 咱其实没有往里面新加东西 咱只是把这个速度又排下去 但是要注意啊 咱们虽然是排序 但你得把功夫做足 这些push啊 还有这个each 都要写 不写就出错 它就这么死板 你得把这个照样给写出来 就是我对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个 所有的cosis 按照它的这个grid 这类的做一个以升序的排列 还有些其他的没有用啊 这个 但都是要跟我们这个push和each 做 主要是跟我们这个each 来配套使用 我们可以来 比如说 啊 position 就是说 比如我们插一条记录 我们想插在 插在第二个上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 咱们来个明显点了吧 好 那我们这门课呢 就要被插在这个第二个上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查啊 这个 第一门 第二门 然后就是我们的 012嘛 它等于是第三个 对吧 就是说 但是从index的时候它是第二个 特别插在这儿 大家可以 再来再试一个 我们插在第0个上 行不行 也可以的 应该我们这个bvb 特别插在最开始了 这来保证一个 我们数组的一个顺序 这些都蛮有用的 还有两个这个比较好玩的 一个是这个slice 这个其实也对于我们更清楚 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 前半东西我都不想要了 我只想要它的最后一门课 就这个 比如说Java9 92分怎么办 这样我只想要后面三门课 大家看清楚点 就-3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就只剩下 后三门了 Java Swift 和一门西亚加 对不对 帮你来切个 切个这个数组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们想 就是负责从后边查 正查 我只要前两门 可以 就加个2嘛 对不对 现在就只剩下西亚加 Swift 最后一门Java就没有了 这个是 Position Slice Sort 都是可以和1区来搭配使用 三条命令 那 又有一个需求来了 如果我们想 就只更新一条记录 比如说我们把 我二同学的这个 Swift 他一来不是89分吗 改成99分 怎么办 那其实呢也不难 我们 可以看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多加一个查询的条件 就是这个Costs下面的点 Name 它要是等于我们的 我们的新来的这个Swift 然后呢我们修改 说怎么修改呢 我们用Set Costs Costs 注意啊 这里不是0也不是1 我们不知道第几个嘛 对不对 我们用Dollar付点 Grid 就是我们刚才查到的那个 就是名字等于Swift的那个成绩 改成99分 改成99分 大家再看一下 可以看到啊 只有这个一个Swift 改成99分了啊 塞加这个都没变 精确打击 精确更新 那个你想要更新的Element 但是我们查询条件就要注意了 我们要提供一个数组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这个Costs name等于Swift 然后我们这里呢有一个Dollar付 原来这里不是有什么0啊 什么1之类的吗 但是我们更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第几个啊 那么写个Dollar 就是我们前面查到的那个 查到的第一个其实是 然后他的这个成绩变成99分 那影响了我们这个数据库 好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今天取到的这个Dollar付 还有我们这个Push这个命令 给我们的李四同学的这个 或者张三吧 李四这个数据已经被我搞得一塌糊涂了 咱们张三同学的 芒果DB的Quiz 他不是这个底下不是有Quiz吗 对不对有Quiz 这里加个9.5分 大家看看这个命令怎么做 就是往这里 往芒果DB这门课下面的Quiz 下面加个9.5分的成绩 好 谢谢大家 这门课就到这里